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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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亲亲我,爱我你就夸夸我,爱我你就抱抱我。 宝贝,喜欢这首歌吗? 喜欢的话,你也可以试着唱一唱。 像我上次说的那样,我和老爹不勉强你迎合我们的要求,你可以不用像其他孩子那样上学,说话,交朋友,你想做什么事都是你的自由。 可我和你老爹比较担心一点,是你现在不能承担你不说话带来的一系列症状和后果,这一点你可以理解吗? 你是个很聪明,很乖的孩子,我很高兴你能这么亲近我,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有多好听。 宝贝,你什么时候愿意说话呢?哪怕说一个字也好啊。 照着小女人这么说下去,小宝开口说话的时间,应该快了。 老,老,老,爹。 何维飞,你再叫我一遍。 老,爹。 我接着去洗澡,你照顾一下小宝。 嗯?好。 妈,你们需要帮忙吗? 不用不用,你去陪小宝玩吧。 贺家所有人知道小宝开口,都高兴得不得了。 贺老夫人甚至激动地亲自下厨做了饺子和面。 我们明白,小宝开口之后还是会有一段适应时间,近期贺家人常陪他玩互动游戏。 小宝的表情也比之前生动了不少,身上的孩子气也比以前浓厚了。 给老爸老妈打电话半年时,我也告知了他们这个好消息。 老妈放心了不少,还蓄到了许多。 对对,别给小外孙太大压力,小孩子在这方面可敏感了。 嗯,我知道的。 爸妈,爷爷奶奶,我和云山就先走了,有机会再来看你们。 好的,那你们路上小心。 嫂子,我再问一次,那天我说的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。 如果是你,你会怎么做? 如果是以前,我肯定会留下。 把自己最爱的男人的孩子生下来,给自己留个念想,怎么又不是养不起? 遇到小宝之后,我的想法就变了。 啊,为什么? 要把一个孩子养好太难了。 你以为你给了他足够的温暖和关心,但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,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。 也许这种说法特别矫情,但目前,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 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妇产科,看到不少未婚生子的女人或女孩。 生产的时候非常难看。 明明是最难的时候,却没有亲人、男人陪在身边。 很多生产前后的事情,都要自己处理。 我先带你去妇产科看看,这几天有好几个产妇要到生产期了。 嗯。 啊,秦医生,新年快乐,你来找杨医生吗?他还没收假? 我都忘记他的排班了。 你们忙吧,我带朋友随便走走。 好,我们先进产房了。 去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。 你先去上班吧,我想再看看。 好,那你自己注意,到时候去我办公室找我就好。 好。 小琪,等会儿你有时间去VIP病房看一下莫先生的情况。 莫先生过年没回家吗? 我让直弯医生问过,他坚持留在医院过年。 今天的直弯医生是小刘,微信不如前几天的医生。 我担心小刘医生无法应付。 好的,我等一下去住院部看看。 辛苦你了。 秦医生,你怎么过来了? 院长让我过来看看莫先生。 哦,那你进去的时候小心点。 莫先生这几天的情绪波动很大,经常砸东西。 这么严重。 莫先生到现在连早餐都没吃呢。 秦医生,你去看看能不能劝他吃一点? 待会儿还要给他换药,我真怕被他打。 我先去看看,他心情要是好转了,我再告诉你。 好的,谢谢秦医生。 莫先生,你好,我是秦以悦。 请问我可以进去吗? 滚。 。 莫先生,你的身体情况不允许做大幅度动作,以免牵扯到伤口,引起伤口的二次感染。 如果你不愿意听,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,到时候希望你别有滋事,说我们医院的医生水平不行。 哼,想教育我?你还没那个资格。 莫先生心里很清楚。 你来我们医院,我们的医护人员向你提供的技术和服务。 说白了,只是合作互惠的关系。 请你把私人情绪收敛一点,别给彼此增添麻烦。 哼,秦医院,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? 就凭你嫁了贺乔宴?以为有贺乔宴跟你做靠山?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,要是我背后不站着我老公,我可能还真不敢这么跟你说话。 你得意的太早了。 我没什么好得意的。 现在,我们谈谈你养病的事。 哼,你没有资格跟我谈。 我确实没资格跟你谈,但为了你的伤能早点康复,我就厚着脸皮过来谈谈。 也许问笑太多字,让我感觉不太真实。 也许奇迹总差当何时,撩拨心思。 把刀似从相识,心动又太迟。 却不止我,藏习惯你放肆。 这样遇到生命幸运时,突然见我的名字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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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